大家好 我是瑋瑜 徐瑋寧以一席白色洋裝 出席電影殺情記者會議 去年3月爆出於阮晶天情變 今年6月傳出復合 但阮晶天卻是爆衝事件不斷 阮晶天被投訴 騎著重機在北宜公路上 跨越雙黃線 還逆向行駛相當危險 危險行為遭PO上網 沒想到阮晶天一邊向對方道歉 另一頭卻在車友論壇 與待恐嚇 爭議行為引起討論 第一個我不是她經紀人 然後第二個我也不是她代理人 我還是希望就是這件新聞 就是不要再繼續問我下去了 所以覺得習慣還是要注意安全對不對 做什麼事情都要注意安全 面對小天的闖獲行為 徐瑋寧表情沉重表示 不要再問我阮晶天了 態度冷淡明顯要與小天切割 謝謝我的家人 然後我知道你們都在電視機前面 我愛你們 徐瑋寧去年3月 對於阮晶天分手後 事業運大開 不僅拿下金鐘女配角 還入圍金馬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反過阮晶天拍的作品 票房超慘 還傳出為追回徐瑋寧 打跑十年好兄弟兼經紀人 負面傳聞不斷 記者季冠宏李慧 台北報導